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黑夜骑士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浦江湖湿地 来看一下观察一下这里的候鸟 现在还不到候鸟迁徙的季节 所以候鸟不多 只能看到几只白鹿 就像那里 看到这个 旁边上有很多的白鹿 如果用相机看的话 只是一个个白点 拉到最近也只能看到这样了 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官鸟镜 新特朗官鸟镜 对吧 我已经把它架好了 单反相机用这个新特朗官鸟镜 观察这些白鹿 效果非常的好 我们来试试看吧 朋友们 这是什么鸟啊 这看起来不是白鹿呀 怎么有点像鹤呀 这么长的脖子 这是鹤吧 来看看 很长的脖子 这应该是鹤 并不是白鹿呀 难道我认错了 金刚鸟三脚架 抖的还是非常厉害 今天的风比较大 看得很清楚 50倍的倍率哦 哇 这只白鹿抓到了什么青蛙 抓到了一只蛤蟆看到吗 这好像才是白鹿 这样的脖子才是白鹿 刚才那肯定不是白鹿 我们来拉近点距离 朋友们 这家伙到底在吃什么呀 这个东西白鹿吧 脖子没有这么长 很粗壮 这应该是白鹿 这家伙在吃个大蛤蟆看到没有 居然在吃个大蛤蟆 这么大的蛤蟆就这么吞下去吗 厉害了 厉害了 吞呐加油吞不下去吗 别跑呀 大伙都在看你吃东西呢 看来这只蛤蟆对它来说太大了 吃不下去 好了各位朋友 今天的风比较大 所以噪声也比较大 并且影响了我们三脚架的稳定性 风一吹这个画面抖动的非常厉害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新特朗观鸟镜观察的目标物 发现这个倍数也相当高的 很远几百米外的白鹿 或者其他的鸟类通过外眼镜观察 就像在眼前一样 相当的清楚 相当的不错 那么今天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